天呐 这个小汤味卖了20多年了 淋上了美滋滋的酱 鸭蟹里面是这样 蟹炸了以后那个壳是超脆的 我是秦依啊 现在呢我在C LONG 然后呢 这边有一家特别火的炸螃蟹店 我要去试一试 它有炸螃蟹啊 炸鱿鱿鱼 还有炸龙虾 够够够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吃 啊 我们到了就是这里 看一看 一个小小的摊位 手推车的 哇 这有虾螃蟹 还有煎油 有各种价位 你看那里有标记 40 60 100株一份 有虾螃蟹和鱿鱼 我们等一下试试好不好吃 到底哈 哇 哇 哇 这看起来好脆哦 泰国人是真的好喜欢吃油炸的食品 我来到这边以后也是超喜欢 美国 两个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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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的阿雷鱼鱼 本集会没有来烤了 安 olur 林建杜 2个卵 你一个新 financial 我亲 design 天呐 这个小贼 is 卖了20多年了 要说明它的味道 journal 是刚刚的咯 好 我们试一下咯 走一个 我要吃这个 哇 这个淋过酱汁的 后面是这样的 有蛋 有鱼 那个什么 鱿鱼 好脆 它的酱是酸甜酱 不是很辣 面粉裹的也不是很厚 好有韧劲哦 挺好吃的 这一盒 三种拼在一起的一百桌 二十块 还是挺划算的 啥都可以吃一点 这个 这是虾 鱼龟酱的虾 它这虾不是鲜虾耶 它这虾不是鲜虾耶 它这虾是晒干了的 里面是晒干的 外面 留成包包的面粉 这好香哦 嗯 虾很赞 更香脆 因为螃蟹 小蟹 也不知道什么品种 那他们家好像说 每每一天的螃蟹啊 或者 这些 虾啊 都大小的不一样 看当天的 看当天的款式 看当天的进货 嗯 这个蟹里面是这样 它可能大多数就是 吃的更多是壳 嗯 哇 这个蟹 这个蟹也是超好吃 因为 蟹炸了以后 那个壳是超脆的 那泰国不是有一道 有一道菜是软 叫什么 软和蟹 对 软软的 好香 脆网隔线 看来我 我朋友是超爱哦 它这个甜子也都可以吃了 抓的超级好 好吃 再请一个想 我没来之前啊 看到别人吃 其实 我是觉得 我对他们家的那一个 蟹 是最感兴趣的 但是我吃完以后 我对他们家的虾 是最好评 好赛感的一股 鲜香味 好吃 但是一天也不要吃太多 太上火了 太上火了这个 泰国人也怕上火 泰国人不用上火了吗 这么帅 多喝水吗 是吗 泰国人是不怕上火的吗 谁告诉你的道理 没有上火的水 那豆豆是哪是哪来的 下水 这个是虾 我真的 他们叫虾真是很赞很赞 生得我心 嗯 好吃 我们现在在一个 走标奶茶店在吃着 他们家的桌子和椅子 极度不搭 然后我吃的是这样 他们家的鱿鱼好肉啊 超级多肉 但是我更喜欢吃鱿鱿鱼的那个虚虚 他们家好像没有给到虚虚啊 给的都是那一个 鱿鱼的身体 找不到 我吃这个 好吃的 一定要配上他们家的 干水酱 好呀 那我就得吃了 拍在这里了 就这样了 拜拜 大鱼店哦 有什么好吃的 也可以共同分享一下 摸摸家 很好笑 我刚才走的时候啊 还专门拿了这个签子 然后我刚吃的时候 吃到一半发现 我都是用手在拿着 签子是白拿了 来泰国有个习惯就是习惯的手抓 挺好玩的 就是记得长洗手哦 嗯 嗯 嗯